气象时间要来请教主播宣童 这台北台风明明也没有进来 但是却为北部东部地区带来强降雨 目前的降雨状况还有未来几个小时风雨都会在哪里 请教宣童 好 谢谢佳琪 今天是东北季风还有台北台风外围环流最强的时候 所以北东地区的强降雨下的时间会比较长 雨量也会来得比较大 气象鼠目前已经针对了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东北部沿海 以及台北的山区 还有在宜兰都发布了大好雨的等级降雨 代表说三个小时 北级雨量就已经超过了200毫米 同时要特别提醒的像是在宜兰地区 因为这边是西高东低的地形 所以本身除了风向的符合之外 也有地形的符合 这里的雨会不断的下 因为它风吹进来之后会不断在这边来转圈 雨就会一直下下去 在今天一直下到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的清晨 再来要看到的是过去一个小时的降雨状况 你可以看到过去一个小时降雨最多的地方 是出现在新北的双溪 地形抬升也有一点作用 所以湿雨量大概在58毫米 但如果要看到一天的累积雨量的话 在新北的瑞芳是已经来到了250毫米 另外在台北士林晴天刚这边 也有242毫米 但是在花林的雨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很多 但是会逐渐的增多 反倒是在中南部地区一片白白的 代表说一滴雨都没有下 甚至因为它处于被风侧 所以温度会来得比较高 高温有机会上看到30到32度 甚至有的地方有可能会出现焚风的效应 再来要看到的是风 今天骑车的观众朋友应该很感受到 这个侧风一来的时候 天雨路滑特别容易整个车子 有可能会翻步或者是打滑 我们对大家来看 不只大台北地区有比较强的阵风 甚至整个西半部地区 再加上侠管效应的银角 有机会吹起9到11级的强阵风 另外像是在里岛地区 以及东南部地区 更有可能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今天温度会来得比较低在北台湾 高温都不会超过26度 但是到了明天温度会回升 台北高温会到29度 甚至到礼拜六的时候会更热 来到32度 而目前看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 预计会落在下礼拜一 还有下礼拜二 到时候台北的温度 高温又会只剩下27度 甚至以下加急 他们的台风不会登入 但是进入越南前的各模式反应 会出现大回转 想要问宣童 就跟支持后深层的台风会有关系吗 而且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才会挺 好 这个台美台风 它是一个强度不强 但是它的暴风圈很大 是一个虚胖的台风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东北部地区 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共伴 东北雨才会来得比较多 下的时间才会比较长 但是以目前的路径上来看 其实它就是会稳定的往西的方向来走 只不过到了礼拜日 礼拜一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偏转 往东的方向来前进 还没有再进入到越南之前 这是因为在这几天 未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台风 叫做康瑞台风 而就在27号 28号的时候 它距离台湾会相对比较近 距离这台美台风 距离也是比较近的 两者之间会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 欧洲模式的预测图 在27号的时候 也就是礼拜日 它们两个的位置 大概还有2000公里 所以虽然不会产生藤原效应 但是交互作用是会有的 当这个台美台风 开始往西的方向来走的时候 会因为东边的这个康瑞台风 开始往北走 它也会出现一个反转 往菲律宾西边的海面来靠近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 当它在同一个海域待太久的话 它的强度也会有所减弱 再加上这几天都有东北季风 不断地灌一些冷空气下去 所以它的强度 势必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 在10月31号礼拜四之后 这时康瑞台风已经走远了 而且太平洋高压也增强 所以它会又转回往西的方向来前进 对于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倒是要来看到的是 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 在今天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降雨是最多 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而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北部地区白天雨就会开始缓下来 但是还是会下 而在整个花莲还有台东 尤其在东南部地区的雨 还会再大一点点 还是会持续地下 东南风这时候吹的 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开始整体的环境风场 吹的是一个东风 所以西半部地区 尤其在南台湾 要注意有午后雷震雨 而到了礼拜一礼拜二 下一步的东北季风 又要再度地增强 所以北东地区的雨 又会再度地增多 这几天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公办效应不雅于台风 要密切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